大家好,我是秒儿屋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科幻短片 谢谢你的回忆 你是否想过我们一生究竟是回忆更重要 还是经历更重要呢 如果这两样东西可以被拆分 且只能留下一样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样呢 男主看到路边的广告牌上写着一只广告词 经历就是一切 他不明白这只没头没倒的话是什么意思 更没看出来这究竟是个什么广告 旁边的路人也是同样一联盟圈 朝他婉儿一笑后就转身离开了 他有种说不上来的困惑感 回家的路上 他被人撞掉了手上的东西 在他端下来捡时 正好看到路边一辆车上下来个人 手提着两个皮包 走进了一旁一家 又指不住了所有门窗的奇怪小店 小店的门上只简单的有A4只写着 东南亚免费旅游 专属于好奇旅客 于是好奇的男主就走进了这家 令人好奇的旅行社 想看看这家店的葫芦里买了什么药 进门只进右侧的货架上 放着一般的旅行杂志 左侧的墙上居然又看到了那句 尽力就是一切的广告词 这时有个大叔出来招呼他 男主问起了门上贴了小广告 是不是真的有免费旅行 大叔热情地开始带他去里面想谈 并边走边告诉他 这旅行日期可以自选 且没有时间限制 新春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 可天上真的有掉线病的事 难保不是个陷阱啊 男主也不傻 总得问个明白 这旅行是屠杀吧 此时他身边的一扇门忽然打开 这间里面灯光阴暗 刚才拎着包走进来的人 带着一个三级头 看到男主正在巢里张望 立马又把门给砰的关上了 等男主在大叔的催促下 走向会客室时 三级头立马就又拎着 两个皮包出来离开了旅行社 这波避障操作 男主完全看不懂啊 只能无脑地跟着大叔进入会客室 大叔告诉他 旅行社会给他提供顶级的食物 带他去看最美的风景 甚至他可以去体验 任何他想要尝试的活动 这旅行中他想要做任何事 旅行社都会替他买单 而他唯一需要付出的 就是关于旅行的所有记忆 万句话说 等旅行结束后 他得将这趟旅行的记忆 交给旅行社 往后于是 不会记得关于这趟旅行 相关的任何事 男主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不就相当于消除记忆 那他参加这趟旅行 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叔教他从另一个角度 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在你还不及时的幼儿时期 所经历的时 对塑造今天的你 会有多大的影响 如果存在那些 你无法回忆起的重要经历 那就说明 回忆比起经历来说 并没有那么重要 而同样 这趟旅行也将获得真实的经历 只是当旅行结束后 不拥有这段回忆罢了 是否选择参加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就看你更看重经历 还是回忆了 男主已经被大叔的逻辑折服 也对嘛 重要的是当下 可以去体验旅行 所带来的一切美好和愉悦 毕竟是免费的嘛 至于记不记得起来 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大叔还怂恿他 当经历和回忆之间断开 你还可以利用这段记忆缺失 去尽情的释放本能 当成一种特殊的自我解放 勇敢的去做一些 平常不敢做的事 听起来十分诱人 可男主还是想问我 这一切对旅行社 又有什么好处呢 大叔也不藏着掖着 毕竟这是一个公平交换的世界 旅行社提供的 会是前所未有的豪华旅行 这旅行非议也不是 一般人难付得及的 而他们要的 正是从男主那提取的 这段旅行回忆的所有传 然后再转卖给 喜欢收集这些记忆的收藏家 原来记忆是可以卖钱的 而且非常值钱 那么 自己留下来的记忆 会被如何对待呢 真的男主犹豫不决时 另一组介绍员和客户 也进来了 既然就是男主 之前碰到的路人女孩 看到大叔还没介绍完 对方就带着女孩又出去了 大叔则继续给男主 进行洗脑推销 正如旅行师的广告所写 经历才是一切 不用想那么多 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 进行去享受之间 男主心动了 同意参加旅行 大叔也立马拿出拍礼得 给他拍照说是登记用的 接着大叔打开抽屉 里面存放着很多人的资料 这其中也早就有了 男主的一叠登记表 原来他早已不是第一次 来到这家旅行社了 其实路边撞到男主的人 就是大叔 大叔故意撞他 好让他停下来 注意到这家不起眼的旅行社 由于每次旅行后 都会被提取记忆 并忘记一切 所以他也会凭着感觉 一次次的来到这家旅行社 那个戴着头盔的人 手中拎着的皮包 里面中的正是男主的记忆 而他进来时 看到的那些旅行社的杂志和海报 这是他和那个路人女孩 一起旅行的画面 甚至他们两人早在旅行中 相知相许 互定终身 只是他们相信的经历就是一切 才导致两人相见而不相识 男主一生都在重复着各种旅行 却一次都想不起来 直到他老去 依然乐自不疲 却不知他出卖了自己的一生 也错过了自己的一生 而收藏家玩收藏 就喜欢收集一整套的 男主表面上享受着免费的服务 可其实自己却成人间商品 毕竟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有得到就必须得付出 无所谓对错 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那么如果是你 你愿意出卖自己的人生和记忆 去交换环游世界的机会 体验你一辈子体验不到的经历 还是选择保留住记忆 始终掌握人生的自主权 即使这一生平平淡淡呢 好了就这样 我是一只长年撒狗粮的猫 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